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征读》 今节我们会一起看的内容就是《约翰福音》 我们讲到第八章的内容 第八章的内容很长 在我们今节里面,我们就会讲 关于真自由,耶稣是谁等等 我们都会陆续讲的 这里我们看着《约翰福音》 我们会对赵马太马可路加的内容来讲 今段我们讲到第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九节 这里讲到耶稣具有父神的见证 就是父的同在 第二十一节开始,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 并且你们要死在罪里面 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够到 好了,这里就这样讲的 这个罪的原文是一个单数来的 即是指拒绝耶稣救恩的这个罪 就好像圣经上所说 为罪是因为他们是不信我的 好了,第二十二节 犹太人就说 他说 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够到 难道他是要自尽吗 之前他们也提到同样的问题 犹太人就被一次对问 就说 这个人是要去哪里的呢 因为我们找不到 好,难道他是要禁住在 希腊人中间的犹太人那里 去教训那些希腊人吗 耶稣就跟他们说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但我也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但我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清楚表明 他跟他们之间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差异 所以我和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罪当中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的话 就必要死在罪当中了 好了,这里说的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原文就只有我事 没有基督的 所以这个I am 其实原本就是神的自称 好了,第二十一节的罪 原文就是单数 就是指拒绝耶稣救恩的罪 但是来到二十四节的这个罪 它是一个幅数来的 就是指因罪性而带来的罪行 好了,他们就在那里问他 你说你是谁 耶稣就跟他们说 就是我从起初所说给你们的 按照余文族字条翻译的话 就是说 我还要对你们说任何东西吗 第二十六节 我有很多事要讲论你们 判断你们 但是那个差我来的是真的 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 我就传给世人 耶稣本来可以再讲得更加多 甚至指责他的听众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离世的目的 是全阳天父的信息 好了,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他们并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是基督 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憑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其实这一段作者使徒约翰在这里补充说明 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 因为他们并不认识父神 现在他们也不知道耶稣的真实身份 他们只是知道是个人子 所以耶稣说要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以后 他们才知道耶稣也是神子 中文译本里面说我是基督 但是原文 希腊原文只有我事就没有基督 而这个我事其实就是神的自称 这是神经来的 好了来到第29节 那个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并没有撇下我 独自在那里 因为我是常常做他所起的事 好了其实第4章有讲过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作成他的功 在第5章里面说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第8章16节 父与我同在 第16章32节 恩有父与我同在 好了所以再说回这里 就是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那里 因为我常作他所起悦的事 好了 今节我们先讲到这里 因为不想太长 下一节我们会继续讲下去 好 OK 好